无人搜查事件部我们今天带您直击 有人是大啦啦的在网络上架售网站 公然号召换期俱乐部的爱好者 为了一窥这神秘团体的全貌 中天特搜小赌初级 首度将这传说中的晋级团体公主于事 为了揭开这个神秘团体的面纱 记者不现长达一年 终于获邀参加换期活动 记者被告知在正式活动展开之前 要先前往台南的一家餐厅用餐 美其名事先相互熟悉 其实用意在于让参加的夫妻或单身男子 可先物色对象 约定的时间一到 只见男男女女陆续进入餐厅 而记者乔装的情侣党 决定这时现身加入他们的行列 只见来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单身男性 真正的情侣夫妻党 包括记者只有三对 还鹤剑有小女孩在场 他今天夫妻不多 就是三对 对 一个成绩 一个是太太 有一次可能 有一次别人就不考虑 因为他今天 你那个 半男他就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他等一下可能会有点紧张 你就把它敲昏就好了 我从小就敲昏 因为我本来讲都是有喝酒 你知道吗 喝一喝就会比较在那里 天气就可以喝就对 因为他比较害羞 所以我们稍微喝酒 然后重心 交给你了 与记者交谈的就是活动发起人 而在座的单身男子似乎都与他熟识 除了发起人夫妻之外 另一对夫妻则显得有点深色尴尬 记者好奇 聚餐完之后活动将会如何进行 其他会员要记着 不要播想 待会 你参加给你们多次吧 几次 有次的 所以大家去这玩意什么样的形式 没有 这种东西不用就一直想 都是自在的 那你要干嘛就干嘛 可是原则上在那边是不会有 其他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哈哈哈哈 话语中似乎充满着期待 用餐结束后 所有成员被指示 前往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集合 记者抱着坦特不安的心情 来到现场 一走进指定房号 眼前景象 惊吓指数百分百 只见所有男性几乎都已经坦诚相见 有的唱歌 有的泡澡看杂志 一派依然自得 陈云说这叫毒剧 这个不错这样 没有就只有我 真实啊 交给我 我刚刚讲过 现在就拖我 有剧 大家认识一下 我就这样给你看一遍 对 让他看感觉 对对 一个感觉就算 为了让来参加的新人卸下新房 主办人的蜡妻 还会来进行心理辅导 主要是带董哥 那又是愿意 不好意思 不尴尬 不管他 当他们心情情 那件好 反正 就是随间让自己放开放手 这样做 对 对 有时候 然后吉亚097 你也是很多 然后来 我放出一下压力 你也不错 不仅蜡妻 鼓吹解放 老鸟会员还透露 这次的人数算少 上次才是盛况空前 你有看过这么多人的 第一次吗 知道他在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上次是多少 上次多少 上次几个 三 你要多少 37个 怎么可能 眼看活动即将正式开始 记者假借女伴身体不适为由 赶紧脱身 经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才看到所有人带着满意笑容 离开汽车旅馆 而事后主办人在网页上 宣布活动成功 所有男性圆梦率达百分百 不难想象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样的活动 俱乐部宣称已经办了二十年 只能说挑战竞技的游戏 还真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记者台南采访报道